習近平抵達塔什幹會展中心時 受到卡里莫夫、烏茲別克斯坦第一副總理 兼財政部長阿基莫夫熱情迎接 兩國元首一同步入活動大兵 共同觸摸啟動球 大屏幕實時顯示列車開始駛入駛出隧道的畫面 現場還播放了安格蓮帕普鐵路隧道項目介紹視頻短片 兩國鐵路公司負責人向兩國元首報告通車成功 兩國元首對此表示祝賀並分別致詞 習近平指出 卡姆齊克隧道是烏茲別克斯坦 安格蓮帕普鐵路建設的重點和難點 順利建成這條中亞第一鐵路隧道 這是中烏共建一帶一路的重大成果 也是中烏兩國人民有意與合作的新紐帶 道路連通是一帶一路建設重要方面 也是中烏合作的重點 中方願同烏方加強合作 不斷提高地區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水平 為推動兩國發展創造更好的條件 更好造福兩國人民 卡里莫夫表示 安格蓮帕普鐵路隧道通車 是烏茲別克斯坦 國民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一件大事 這一項目極大造福了烏茲別克斯坦人民 感謝中國為烏茲別克斯坦人民實現多年 訴願給予的支持和幫助 安格蓮帕普鐵路隧道 是目前中國企業在烏茲別克斯坦 成建的最大工程 是共建一帶一路互聯互通合作的示範性項目 同日 習近平在卡里莫夫和塔什坦市市長烏斯曼諾夫陪同下 向獨立廣場紀念碑獻花籃